消防署潜水组的主要职责 除了执行一般灭火救援的工作外 还要负责本港水域执行水底搜救 搜证、急流拯救 及加压室治疗等的工作 除了参与一般的堕海或者沉船意外 还要随时准备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执行职务 港珠澳大桥屯门之赤立角连接路工程 有一段相等于60米水深的行车隧道 这个工程更运用了混合器饱和潜水模式 去协助加压式转划机的转划工序 万一发生事故 救援人员就需要在这个超过7倍大气压力的环境下 进行困难的拯救工作 7倍大气压力有多大呢 这个胶瓶在压力仓内不断被加压 未去到7倍大气压力 已经出现严重扭曲变形 如果人体在这个压力环境下 就连呼吸普通空气都会出现淡醉 氧气中毒 稍有差池 更加会出现动物生失 甚至死亡 消防拯救生命台产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不可以看到有生命需要拯救 不可以拯救 没有方法 我们一起去找整个拯救方法 我们参考了转油台的拯救模式 参考了外国深潜的模式 没有工具 我们就自己设计去改良 在海上潜水的工具 变成在陆地的加压隧道使用 在没有额外的资源下 消防署由零做起 经过反复试验 消防署终于成功协助相关部门订立规例 及制定相关的拯救预案 确保每一个工人 都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内工作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 消防署潜水组 也都安排蛙人接受特殊训练 我们在2012年 透过法国驻港令事馆的安排之下 安排了我们八个同事 去到法国受训 由这八位同事 将这一套潜水技术 将它改良 成为一套适合在陆上 救人的拯救方案 而这八位同事 也都为我们组别里面 所有的潜水员进行内部培分 最终 消防署在潜水组110位人员中 正跳细算出19人 成立现有的潜水特救队 进驻望后石消防局 专责应对屯门至斜立角 连接路行车隧道的救援工作 当发生意外时 专队可以在小于一分钟内到达现场 用最短的时间 接触到伤者进行拯救 特救队成员需要经过艰辛的日常训练 当遇上特派情况 他们更要掌握在陆地加压环境的救援方案 使用经消防署改良的 闭路式循环潜水器在陆地使用 这是我们的闭路式循环潜水器 可以过滤潜水员敷出气体中的二氧化碳 并且重复使用敷出气体中未用过的氧气 使用我们的拯救人员可以长时间在水里工作 其实劳工署要批出这个工程的体动 就要消防有的物性多能力才能做到 特救队成立初期 劳工署批出的合约是七天的 之后就容许工人停留在加压环境最多28天 到目前为止工地加压部分的意外率延练 那次来 潜水特救队的技术 学了回来是不会不见了的 大家知道未来的铁路发展是起得更加深 和更加复杂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将整个潜水组 是可以学到潜水特救队的能力 令到整个潜水组都可以面对到 未来的铁路、隧道或者游轮的事件 我们都可以处理到 为了救人无论多困难 我们一定会去做 还会做到最好